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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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各位观众啦 MT的早上好中午好玩一下好 我是郭靖姐说 狗鲁驰最近做一个赛事预告 马上会有一个日本那边的最强单挑战赛 这个比赛还挺特别的 选手只能用单来决出谁才是最猛的单 那个比赛的话最近在打 打完了我再更新 好那今天这一期的话 将会是由Chris CCH来对上蛇眼 绝活哥那绝活哥打谁都不怕对不对 但凡是遇上那种不好打的对局 绝活哥自然是要发挥一下的 好那这一场鼓勒打引龙 标准的折磨型对局 老鼓勒折磨引龙很正常 引龙的波飞不出去了对吧 他只能跳起来罚 他威慑一下对手告诉你 我也能发波也能飞出去 你有本事没跳 你跳一个试试 对手你都不理他 好现在蛇眼这边已经是到了墙角 但这波也不敢多打 VS近身 然后交出自己的VT 下中掉点中后手没跟 有跟的话 刚才应该是有智慧可以再压一波 这边VT过去以后对手也不敢动 大家都是有点心虚的 一个怕升龙一个怕抢招 这边直接VT走脸再一个头 到版面关键一波再来一个 最后一点血量 跳一下逆向自己进去 然后升龙 现在绝活哥都是这种路数吗 跳个逆向进厕所 然后原地来个升龙 这就突然好像接到一张病危通知书 发现自己快没救了 想要再挣扎一下抢救一下 最后发现没什么用 这里上来EX波竟然顶到一个升龙 这什么操作 非常的微妙 克里斯反应很快 看到对手脚离地了 想请他吃升龙 结果对手是跳起来发了个波 这是我预判了你的预判了预判 来了这里要死了 跳一个逆向又自己进去了 不过问题不大 暈点这么高对手不敢动 一个VR反手交出来以后 不敢打进攻 虚的 等自己阴点下去一点再说 先给一个头 第二发 打完会有第三发 第四发应该不会有了 对啊 就不敢再多打 多打会死的 这边是TT打完应该是上路了 交两发资源 连招很帅一次 但实际一看伤害没有 毕竟开了VT修正很大 但能打死就行了 对吧 像刚才那种情况换 我肯定交CA了 毕竟考虑了半天 想想修正这么大 可能直接打是打不死的 交CA最稳妥 这也只有绝货哥 他比较算得清楚 这样子的情况下 用什么连招打得死对手 好 现在第三阵 上来下中角直接做一个单发圈认 这个连招不错 跳起来一个炫荒腿 我觉得后面可以连 但好像是需要有VT的 没VT连不上 现在就到墙角了 中圈两下 刚才那个下中角的位置卡的有点好 EX波再压 中圈点完 中龙爪直接对过去 对手被逼交VR EX波顶出来 现在 这边刚才那一波进攻打的对手还挺难受的 再一个VS没有摸中角 再一波VS过去可以开VT了 但对手有可能会去的脚刀 得稳一手 都过去下中角强开 然后前走先给投 卡在这个位置 对手不敢轻举妄动 想用中角去预判一下对手的下段 EX奥完以后直接走 小心使得万年传 色眼一直如此的谨慎 挑中了进去以后 这边对手交了一手V闪 那这样位置是打开了 但是VT是交不了 中角这下摸角摸到 直接给上一个C 可以 这个古典还是蛮强的 色眼这边被抓了一个起跳 这个起跳是谁也没想到 他为什么就抓到 好现在就到了第二局 上来就是一个跳弱可以 色眼里面是抓了对手一个后退 鼓励后退的那一瞬间 如果你起跳 他是没法对空的 对吧 蓄力也没有 也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拉回来 调整威之用下中拳来打 这就导致了丧失一个对空拳 新攻击 然后抢中以后 又一波到板边 这边硬点很高了 新攻击抢出来以后 VT反交 这里会怎么打 先一个角刀 那这样的话要扫一轮波 要找一个机会 把对手顶开一点 就丢一个慢波可以打进攻 巧若这边要吃 没有 哦 前前以后突然选择用VS 这波 有点帅有点帅 刚才那个点上面是 突然间来到你的脸上 我并没有第一时间压制你 反而是用了一个VS 飞上天以后呢 打你一个拆头 就非常的有想法 在这个点上面 往往是胆子大的人 想法多的人 可以更容易的破对手的防 世界现在领先一灯 听到一个香沙 在VS想要摸一下对手的发波 没摸到 鼓励几杯 VS摸到奖了 前前以后 先压一波 前中鸟封住对手的起跳 看一下蛇眼这边怎么来打这个进攻 直接选择用VS 他一直是想用VS来过对手的波 还非常的好用 真就过到了 这比跳肯定要安全的多 中鸟躲了一发 那这样 鼓励这边 哎呀还是吃VS的 就简单粗暴有效 不停的VS往你脸上甩 再来一发头 那最后卡在这个点上面 鼓励这边又是发波 开出自己的VT 圣龙叫一个VT走人 这样鼓励最后到板边的那一波蛇眼这边确实很难来打这个进攻 要想真的打进去非常的难 鼓励在板边的防守能力不是一般角色能比的 他那个发波性能太强了 EX波起跳 然后再配合一些轻攻击 让你很难说在他脸上晃来晃去 我这边是抓到个下段 可以 直接是带上VT走人了 那这样的话比分是来到1比1 上来鼓励这边要被挑波了 连续的两个发波被抓了那一事 使用直接拉前找到一个机本 那这样上来就是一个厕所 其实鼓励带厕所问题倒不是特别大 最关键的是这一波血量上面的差距 让鼓励追起来会有点难受 本来就很被动 跳如没强攻 再一个VS摸奖 再来一法 跳入 哎呀 跳爆你的头啊 跳得好准 这鼓励发波不能有规律 如果让对手摸到规律的话挺难受的 而且鼓励如果你想拉距离的话 这个时候很容易被跳 就两个点 一个是你要么想用发波把对手距离顶开 你要么拉后把距离拉开 都会被对手跳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伸出你的拳头跟对手打了一回 拼 来这里EX波 倒地修正 骗到对手的一发生龙 NICE直接打晕 这一波就爽了 舒服了 可以啊 这就是蛇眼 跳爆鼓励的头 用引龙 随便打 来这边是发波交出自己的VT 鼓励最后的顽抗 这一波要是能防得住就有鬼了 想到你待会VT一友 对吧 你发波其实威射力不是很大的 那个VT的火力很猛的 而且还可以过波 蛇眼这边就等 等你多射我几下 没事的 等我有了VT 你还能发波吗 就问你一个问题 然后就快点走到对手脸上 直接用一个打头则来破防就行了 来这里交出VT 你鼓励这里肯定不敢再发波了呀 还敢发 好了那今天呢 这些视频就到这边了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老爷们的收看 谢谢大家